你这回要去 多久才回来 我处理完事情 马上就回来了 所以你得一下 乖乖地等我 好吗 那你就不怕 你不在的时候 万一我跟别人跑了呢 你敢 万一我就敢呢 求你了 我们别打这个事 看玩笑 好吗 我不在这段时间 所有的事情 我都给你安排好了 包括打白党 你不用操心 你只管开开心心地 去工作 对 还有 差点忘了 最重要的一件事 随便画 画 好的 那你也要答应我 不要红着眼睛工作 好 走吧 好 好 忘了带你东西了吧 没错 你怎么来了 我在家太闷了 想找个人聊聊天 你忙不忙 没打扰到你吧 没有 我今天刚好酒店调休 这么早就过来了 吃早餐了吗 现在都十二点了 十二点了 那你要不要一起吃个午饭 好啊 那你先进去吧 我去扔个垃圾 那我可以一起吧 行 多吃点啊 一家人别客气 对不起啊 陆叔叔的葬礼我没能去参加 因为你知道 你跟陆静的关系 还有你们两家之间 姐姐 你别说了 我都理解 因为郑红和明天的竞争 我哥对我越来越疏远 其实我心里面一直有个愿望 我不希望我们上一代的恩怨 延续到这一代 尤其是我父亲走后 我希望我身边能有个亲人在 我希望我哥 我希望的我哥 能扔过这个地铁 我明白 你放心 这件事你就交给姐 我一定帮你实现这个愿望 陆静他这个人是这样的 做事情会比较谨慎 自己亲弟弟也有什么好担心 姐 你愿意这样帮我 我真的特别感谢 我真的特别感谢